刚刚那个华星老师 也给大家介绍了 就是 以礼啊 这个经典呢 平时大家也很少 虽然大家都听说过 卢家呢 有所谓三礼 但是呢 大家可能也很少 有机会去读 自古以来呢 大家都这个 有个说法呢 就韩玉就说了 这个以礼啊 这是非常截区 这个很难读 截区而牙 中间有一些 这个很多 这个 仪式 但是呢 这个以礼在古代呢 是非常重要 就是呢 在儒家的三礼里面 实际上是处于一个 基础的地位 因为它是 关于这个日常生活里面 就像我们 观 婚 三季 这些日常生活里面 重要的每一个环节 它都对我们进行指导 换句话说 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指南 它其实是非常重要 然后呢 孔子也说了 心于诗 力于礼 成于乐 就是一个人呢 我们这个 在成长的过程中啊 你要真的让自己 能够在这个社会的生活里面 能够把自己建立起来 有一个很好的 一个帮助和向导 那就是礼 而他说的这个礼呢 主要就是指这个以礼 那今天呢 我就要想办法呢 就是在这个 华庆老师的这个鼓励啊 这个给这个机会学习 这个这个前提下呢 我就想鼓起勇气啊 大家跟大家一起来学习 这个比较难的这个经典 那这个官吏呢 它的权名就叫 是官吏 就是这个以礼的第一篇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呢 这个要分享的这个内容 首先我会给大家做一个 总体的介绍 介绍一下以礼这本书 然后呢 关于官吏这一篇 大概的内容 然后呢 在这个 这个简介之后呢 我们就把 这个复杂的这个经文呢 我尝试把它 区分为六 九个段落 大家看到了 我这边列了 九个段落 就比较容易来把握住 这整个这一篇 那在这个 这一篇的后面的一部分呢 还有一部分是讲到这个 这个基礼 就是女孩子的 女孩子的成年里 那我这边就略过了 因为它实际上是大同小异 跟这个 我们时间关系呢 我就尽量的可能只能 想粗略的介绍 就是 这个男性的这个管理 然后呢 还有一部分呢 后面还有一个这个 有一些关于特殊的情况的处理的 我们也 它作为这个附录 在这一篇的后面呢 我们也不讲了时间的关系 那我们就讲主体部分 首先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 伊犁 它的这样的一个篇幕 伊犁这本书啊 在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 这个本子呢 就是郑玄的本子 就是现在所谓 十三经著书 的这样的一个 权威的这样一个版本 那就是 那个目录呢 就是 郑玄 在这个 他的注解前面 写了一个目录 或者是 也叫别录 就是里面 给每一篇安排了次序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 权威的秩序 这个次序是这个 但是呢 我们拿着 跟大代理记 跟小代理记里面的 那个篇幕呢 因为大代理记是 小代理记就是解释 以你的书 所以它也有个顺序 里面是先解释哪一篇 后解释哪一篇 我们把他们的这个顺序 拿出来一对比 一对照 你发现不是一样的 换句话说呢 在古代的人 读这个书的时候的 本子呢 跟我们现在看的是 有可能是不一样 可能有不同的版本 大家知道这个情况 我们这里面就是 不详细研究 让大家初步的了解 可能有这个情况 但不管怎么说 大家会发现呢 这个官吏啊 都是在第一篇的 官 婚 视相见等等 就是我们 这几个被认为是最基础的 哪个版本都是放在前面的 所以呢 我们呢 今天要讲的这个 官吏呢 实际上各个版本 都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区别 那么第二个部分呢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官吏啊 今天这一篇呢 这一篇到底是在讲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 古代啊 他们这些学者 对于这官吏的 这个总的一个介绍 我在这边摘录了一些段落 让大家可以看一下 首先呢 就是你记得 有一篇叫官吏 官吏呢 就是对于官吏 这一篇的这个解释 这篇是怎么说呢 我这边我就读了 以前我们大家是在 读书会的时候 我们一起 齐读 齐读的 现在我们这个 没有这个机会 我就自己来读 凡人之所以为人者呢 礼义 人呢 要能够成为一个人的话呢 最重要要有礼义 要懂得怎么样去做人的 一些基本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礼义就是做人的 一些规范 一些方式 那么礼义之始呢 在于正人容体 其颜色顺词力 礼义其实也没有什么复杂的 并不是什么好像 很玄妙的东西 它其实就是对我们每个人的容貌 容体 还有这个体 这个体态 然后呢 我每个人的这个颜色 就是表情 然后呢 我们讲话 对它进行一个规范 就是所谓正容体 其颜色顺词令 坐有坐相 站有站相 这个就叫做正容体 现在不是很多小孩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从小就是 我们大人就说 他站没站相 坐没坐相 那就是说呢 容体不正 其颜色呢 这个就是他的这个表情 他的这个这个 有时候很奇怪 不属于那种 不正的一个状态 什么不正的状态呢 该高兴不高兴 该悲哀不悲哀 这个人的感情有点怪 那么那个就是 他表露出来的 这个颜色也不正 这个叫 所以呢 要对这个人的 这个颜色进行规范 实际上也是 对人的情感 进行一个调整 一个调理 另外一个呢 就是顺词令 我们看到一个 有理的人 跟一个没理的人 讲话很粗鲁 讲话呢 一点礼貌都没有 那个叫呢 词令不顺 所以理呢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呢 要正容体 其颜色 顺词令 然后呢 礼仪呢 就才能完备 在这个基础上 有了这个基础呢 才能够谈 君臣父子 长幼子 这些各个伦理呢 它才有个基础 所以我们 这个 从这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儒家的伦理呢 其实也并不高升 也并不是一个 什么很抽象的道理 它实际上 就是从人最初的 容体颜色 词令 这些细微的地方呢 实践的地方开始的 这个跟西方的那个伦理学呢 近代以来的伦理学呢 它是一个抽象的 对于 什么东西是善的 行为的那个 抽象的原则的看堂 它是有一个 很重要的区别 那么我们在近代以来呢 就是这一百年以来 中国人呢 这个理啊 慢慢慢慢就 这个传统的这个理 被瓦解以后呢 失去了这个指导 我们从前呢 号称是理一之邦 到现在呢 大家可以发现呢 我们慢慢慢慢的 也失去了这个理的这个规范 虽然我们在家庭里面 我们的父母亲 我们的这个 家里面的这些长辈 偶尔呢 还会在日常生活里面 给我们一些指导 我们多多少少呢 你去跟其他社会的人 相比的话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理 那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 但是它是通过一种 不是一种正式的教育 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 一种这样的一个 日常生活的一种经验的传递 所以呢 最近这个前一二十年 我在新加坡的时候 那么就有一些朋友啊 包括 卢家的也有 佛家的也有 开始在提倡这个弟子规 实际上呢 弟子规呢 它其实也起到了一个 对人的一个行为 或者说 一个理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对人的这种规范 对人的这种行为的 一种调理的一个作用 但是总的来说呢 礼乐在这个时代 是已经非常的衰落 非常的衰微了 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情感呢 我们的行为呢 已经越来越 越来越缺乏一种 能够去归导我们 去引导我们 指导我们的那种资源 也越来越缺乏了 那么 其中呢 就有一个官礼 官礼是这些里面的 所谓理智时也 官婚三季 那么人在成年的时候呢 在小的时候 是个儿童 那个时候呢 我们虽然会教他一些规范 但是呢 我们不会去责备他 不懂得礼仪 不会不会有一个 很正式的 去 去 他 认为他有这个责任 但是到他成年以后呢 在传统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 认为他呢 应该是成为一个独立的 一个真正能够 负起这样的一个 人伦的这样的一个规范的 这样的一个 责任的这样的一个人 那么这样的话呢 最初就是从官礼开始的 所以说官礼呢 是理智时也 那么 这个官义呢 又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他说呢 成人之者 将则成人理焉 那么官呢 官礼是代表一个人呢 是成人了 我们现在呢 在华语里还有这个词 叫这个人呢 不成一个人 或者说这个人已经成人了 那这个成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们 我们是习言不长 没有真正的去 思考这个问题 这个在古代里面呢 它是 对于这个成人的规范的 就是最重要的是 通过这个成人理 来表现 责成人 就是说你 你既然已经成人了 你就应该要遵循成人的 这样的一个礼 所以呢 它就扶起了这样的一个责任 责成人理 责成人理焉者呢 何为人子为人弟 为人成为人少者之理行业 什么叫成人 责成人理呢 你作为一个成人 那就意味着呢 你是 这个时候 你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 你是一个 虽然你是人的子女 你一定是一个 要负起这个家庭的 赡养父母的责任的 这样的一个成长 成人的这样的一个子女了 同时呢 你也是人的兄弟 是人的这个 或者是 或是君或是成 那么呢 就要扶起呢 作为一个成人 应该扶起的那个理 以及呢 所谓 理相应的那个义 的责任 所以呢 将责事者于行 之行于人 其理可不重 你看 成人理有这么重要的意义 是要对一个人呢 要去追究他 去责成他 去履行 作为一个成人的 这样的一个礼仪 所以责任呢 是非常重要 是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观理能不看重吗 所以呢 理可不重于 郑璇 汉代的学者呢 郑璇呢 他对我们这个 以理呢 现在的注解呢 是一个权威的注解 就是后面的人学理 以理呢 主要就是根据 郑璇的这个注解 郑璇说呢 童子 二十而观 年二十而观 男的呢 二十岁 就成年了 女的呢 十五岁 就成年了 就可以行鸡礼 就可以呢 代表就可以考虑出嫁了 可以谈婚嫁了 男的呢 二十岁以后呢 可以去谈婚嫁了 那么 官与无礼呢 属于家礼 所有的这些礼仪啊 分成五个大类 就是 吉 兄 君 兵 家 家呢 家礼就是这些比较 假这个 我们经常日常所说的 这样的喜庆 的这样的礼仪 官礼呢 属于喜庆的礼仪 属于家礼 唐朝的学者 贾公彦 对郑璇的这个注解呢 又进行了一个 深入的这样的 一个 著书 对他进行更进一步的 惨法 他就提出啊 周礼跟仪礼两个书呢 是 儒家的礼学的教养里面 非常重要的两个部分 它的源头是一个 都是周公 治理作业的一个产物 是周公的 摄政太平之书 我们儒家常常说呢 这个要 齐家治国平天下 要天下太平 那个太平 你要用什么方法去实现太平呢 在 周朝以来呢 大家摸索出来的一个方法 就是呢 要用这个 李乐来引导人 那么这个李乐呢 最主要的就是周礼跟仪礼 那么他又认为呢 仪礼还更为 还是更根本的 仪礼是统心 周礼统心 仪礼呢 是建律 外内相应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前面又说周礼为末 仪礼为本 因为仪礼是对我们每个人 日常的行为 就是 婚 观婚三计 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的 而周礼呢 它是对一个国家的制度 应该在整个的体制的层面 应该要 有什么样的一个礼乐的 这样的一个建设 所以呢 它可能还离我们个人 可能还稍微远一点 所以他说 周礼呢 是末 仪礼呢 是更根本的 周礼统心 仪礼是建律 仪礼是建律的意思 就是说是我们的行为 而周礼里面呢 它表达的是一个 国家要进行礼乐的 政治的一个根本的理念 所以呢 说是周礼呢 是统心 是更加宏观的 更加理念性的 方针性的一个 礼乐之婆的一个理念 那么呢 但是对我们个人来说呢 仪礼呢 是更加的 切近我们每个人的实践 然后呢 这个 到了这个 宋元之记啊 就有一个敖记公 这个学者呢 是宋元时期呢 研究仪礼的一个大家 那这个人就说呢 这一篇呢 主要是诗观礼 是对于这个地长子的礼 实际上呢 后来呢 我们后世里面 也不只是地长子 其实呢 就是从汉唐以后呢 观礼呢 不只是对地长子 对这个男性的成年礼 把它推广开来 就是男性的成年礼 好 我们对观礼的了解呢 通过这些 几个学者的说法呢 我们对观礼大概呢 就有了一个了解 我们了解了它的重要性 了解了它的一些基本的 这样的一个内容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进一步的来介绍 观礼的到底 包括哪些环节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在这里面呢 绘制的这样的一个图 准的来说呢 观礼应该可以 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呢 就是在行这个礼之前 有个准备工作 大概呢 包括六个环节 首先呢 就要试日 就是我们要去找 哪一个日子 是最适合来行这个观礼的 要选一个好的 吉祥的日子 这个就是试日 借兵 选好日子之后呢 就去通知 去告诉那一个 你要请过来的主兵 就是来主持这个观礼的 那个嘉宾 然后呢 呃 嘉宾选好了之后呢 还要去进行占卜 看他是不是 他会前面会找几个嘉宾 可能会找 两三个 然后从那些人里面选哪一个 是最适合来当主兵的 那就是士兵 士兵的环节以后呢 就到了那个 官礼快要举行的前一天呢 就要去把这个 苏啊就去 啊 去邀请他 邀请这个嘉宾 提前告诉他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啊 到达 然后呢 苏战者 嘉宾呢 这个还有一个助手 就是所谓副手 啊 就是战者 也要去邀请他 最后呢 给他约定 是在什么时间 要到达 在那边 恭候 您的大价 啊 这个就是 管理之前的准备工作 到管理举行的当天呢 有15个环节 哪15个环节呢 首先要把 取行管理的那些物品 那些 衣服啊 帽子啊 还有那些 这个用品啊 都把它摆摆设好 提前 准备好了 然后呢 主人呢 就在门大门口呢 迎接 来主持这个管理的 嘉宾和他的助手 迎接兵战 之后呢 就开始 正式的 开始了这个 加官的仪式 这个加官的仪式呢 包括三个环节 三个步骤 我们有时候在看这个 这个 古装片的时候 你就看到 所谓 一加官 再加官 三加官 那其实就是说呢 这个管理 它有三个 环节 第一次呢 给他加的是 紫布 官府 第二次给他加的是 皮便 官府 第三次呢 加的是 绝变 官府 然后呢 加官完成以后 那么那个 主理的嘉宾呢 就会敬 这个成年 他已经成年了 现在呢 就敬他一杯 祝贺他 你现在成年了 祝贺你 这个是 礼 观者 观者 这个成年的 这个成年 成年人呢 这个成年 嘉官者呢 完成这个礼仪之后呢 他就要去拜见 他的父母 这个时候呢 然后呢 拜见完父母之后 父母呢 这个就会让他 再跟这个嘉宾相见 嘉宾呢 这个时候呢 会给他取一个字 比如说 我们有一个名 名呢 后面还有一个字 那么这个 苏氏 大家知道 苏东坡是吧 他的字是什么呢 是子瞻 那么那就是他的字 字是他20岁的时候 行官礼之后 这个嘉宾给他取的 官者见兄弟 见完 然后呢 取完这个字之后呢 他就开始去跟 家里的人相见 首先呢 是家里面的 已经可能 已经加官的兄弟 或者还未加官的弟弟 见兄弟 然后呢 就见姑母 还有呢 姊妹 然后呢 就出门 就 见完自己家的亲人以后呢 就要去见什么呢 就要带着礼物 去见国君 见 乡大夫 乡先生 就是本地的 比如说吧 假如说我们是在 新加坡 你比如说是在哪个社区 是在西海岸 或者是在 乌洛 那你就去 要见当地的 那些乡大夫 乡先生 那些有名望 贤达的人 像他们呢 你是现在是个成年人了 去拜见他们 他们也了解你了 然后呢 跟他们呢 请教一些事情 然后呢 这个礼物完了以后 就是 他现在是个成年人了 他就跟他的爸爸 跟他的父亲一起呢 去接见宾客 去敬酒 所有参加这个仪式的人 都要去 给他们敬酒 礼宾 完了以后呢 就去把这个宾客呢 就送走了 送宾 送宾客完之后呢 还有最后一个步骤是什么呢 就是到自己的那个家庙里面 去祭祀 然后呢 把祭祀完的那个肉啊 腊肉啊 就去 送给 参加的主理嘉宾 还有他的助手 要给他们送一个礼物过去 再次表达 感谢 那么这样的话呢 关礼呢 就可以说呢 礼成了 好 我们这样通过这样一个 一个介绍呢 就更加清晰的了解 整个观礼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给他的 跟他的这样的一个 内行是什么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个视频 这个能不能播放呢 对不起 好像 有点这个问题啊 这后你那边可以 那个 你那个视频是已经 加在PPT里面了吗 还是 对 我加在PPT里面呢 可能我稍微打 暂停一下 我重新来弄一下 就通过另外的来 来分享一下 好不好 或者你 你如果已经 那个视频 已经是另外一个 单独的文件的话 你其实可以单独选择 就是说你给暂停PPT 然后单独选择 分享那个视频的文件 你试试看 我看一下 你试试看 好的 我暂停一下 如果你的文件有的话 你可以单独选择分享 好 我打开 可以直接分享视频 这个是在哪儿啊 看一下 共享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我这个桌面上怎么打 找不到那个视频 存在桌面上 但是居然也找不到 是在 我直接打开看一下 看能不能 你看一下嘛 那个你要先 你那个视频 得要先打开 得要先打开 打开之后 然后你才从 入里面选择 选择分享 看到了 你们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 可是还没有听到声音 没有声音啊 对 只是视频 你应该 你要选择分享声音才行 分享声音 有一点点的声音 有一点小 有听到一点点 有点小 我这个已经看到最大了 最大了 就是说你的选择 分享的时候 你要选择 你分享视频的时候 你要选择分享声音 它有一个小的那个选项 你要把那个选项 选上才行 要选择分享声音才行 我们才听到 没有看到 看到了 没有 好 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 好的 回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刚刚呢 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是 秦王 家官的 秦官里的这样 应该是大秦帝国 还是哪里 我找到的这样一个视频 就给大家参照一下 看看一些实际的气氛 跟场面是怎么样的 但是刚刚播放的效果 可能是有一点不是特别好 所以 这个 请大家多 包含一下 那现在呢 我们就继续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分享 然后呢 我们要介绍一下 在官里的时候 所使用到的这一些物品 主要的物品 第一个 第一个是 子不关 还有一个皮片 还有绝变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那个造型 这是一个不关 这是用皮格做成的 皮片 等一下赵慧 你那个视频得要先停止分享 不然我们现在看不到你的PPT 你的视频先 对 你的视频得先停止分享 对 现在可以了 然后你在最大化你的PPT 现在可以了 然后你在最大化你的PPT 可以吗 现在PPT看到了 现在可以了 好 行行行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 这个下面这个呢 叫绝变 只是有关绝的 代表关绝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绝呢 是 就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它是像一个 这个 麻雀 像一个雀 可以飞行的样子 它就是这样一个形状 这个叫 绝变 那么 加关呢 就是这加着三个关 以及相应的衣服 所以大家有一个初步的 有一个印象是这样子的 好 那么 有一些里面 涉及到一些 物品的这个 明媚的解释 初步的 大家 很多繁琐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大家可以提前了解一下 比如说 对颜色的区分是很讲究的 古代 紫呢 代表黑色 玄是浅黑色 唇是黄黑色 绝呢 通雀 就是赤黑色 麻雀 麻雀的那个颜色 赤黑色 还有那个 就是这个 瘦是白色 薰 浅降色 媚是黄色 衣服呢 也区分的很多 就是有很多种区分 有关 帽子 便 皮帽子 然后呢 闪 裤子 鸡呢 是有折子的 有折的裤子 关是礼服 臂呢 是臂膝 就是遮盖 这个 这个膝盖 那下面 臂膝 还有 隔呢 是肌服上的 那个臂膝 毁 是这个 用来固定关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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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布 那个头巾 毒呢 是丝袋 阴呢 是帽袋 喜是书发金 然后呢 红是 关上的袋子 大家看到这个 就觉得很繁琐了 不没关系 我们呢 重点 现在不是要去 大家有个初步的了解 就可以 我们重要的是 要去了解 这个官吏的 这样的一个流程 以及它基本的 一个仪式 就可以了 那么对 官吏的学习 对这个 以礼的学习呢 最重要的书籍 大概就是 参考书呢 主要是这些 其实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前面的三本 一个是 就是郑玄的 还有甲公燕 甲公燕书的 以礼著书 另外一个就是 朱熹的 以礼经传通解 还有一个是 这个元朝的 这个敖基公的 以礼集书 有一个简明的版本 我自己用的 是清朝的 张尔齐的 以礼郑著巨斗 以及 还有三个 比较好的 易著本 就是 现在的 大家可以找一本来看看 如果要有兴趣 进一步去学习的话 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 进入到我们经文的 这样的一个学习 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可能每一句 都细读 我呢 把重要的地方呢 把它标亮成红色 然后呢 我会 整个的介绍一下 这一章的内容 第一个环节 就是 失日 失日是什么 就是去通过占卜 去确定哪一天 是 吉日 在古代的话呢 是非常重视这个 不管是打仗 还是祭祀 还是重要的 这样的一个礼仪 都非常重视 这样的一个 首先要通过神 通过这个所谓 这个补归 或者是那个补士 去确定这样的一个吉日 观礼也不例外 首先就是在庙门 庙门就是自己的家庙 祖庙 去里面呢 祭祀的时候呢 的地方 去里面占卜一下 到底呢 哪一天 是适合我的孩子 对他进行加官呢 在这一天里面的打扮 是这个样子的 主人呢 就是 家里面的主人 就是父亲 父亲呢 就是 穿着这样的一个 黑色的帽子 戴着黑色的帽子 穿着很正式 很隆重的 潮服 大家会注意到 这个 官礼的时候 它是非常的正式的 而且它带有政治的一个含义 因为呢 就意味着这个孩子呢 他成年了 从此以后呢 他也取得了 他父亲的这样的一个 爵位 或者是官位的 这样的一个继承权 所以呢 你发现这里面 他的父亲穿的是潮服 紫带 是黑色的帽子 啊 这个 啊 树壁 壁锡 白色的壁锡 等等 这些我们就不要 不需要细致的去了解了 大家有兴趣可以查一下 这个书 大概知道它的 啊 它的这样的一个穿着 那么 总的来说呢 我们要提出的一点就是 在这个礼仪里面呢 是一个非常的正式 而且带有政治的意涵的 因为在古代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呢 或者是一个家族 跟我们现在小家庭还有点区别 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行官礼 在这个时代里面 可能我们只是继承我们父亲 父母亲的这样的一个事业 或者是产业 但是可能不具有这个官位 或者爵位的这样的一个含义 但是在古代的话 它这个官礼里面实际上还代表了 它具有这样的一个权力 继承权的这样的一个内涵在里面 所以呢 所以大家从它的穿着 这个服饰上面的变化 你会看出它代表了不同的含义 这里面呢 朝服 纸带就说明它是穿得非常隆重的 这个上朝的时候穿的衣服 然后呢 请过来的这样的一个来 帮助协助它这个主人的 这样的一些家里面的这些人 那也是同样是穿着隆重的 正式的衣服 这个正式的衣服不是我们刚刚 不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现在人所说的礼服 不是 去参加宴会的礼服 不是 是朝服 有官 有官决的人就要穿他的那个相应的衣服了 那么呢 在这个时候 然后他会请这个占卜的人来补试 然后呢 还不吃一个人来补试 占卜的人呢 还有协助的人一起 然后呢 最后从这些占卜里面 确定 比如说三个人来占试 有两个人都说急 那么呢 就认为这个日子是急的 三个人当然都说是急 那当然就不用说了 那肯定是急日了 那就是这样子呢 所以叫 逐是书卦 只以是主人 主人呢 受是反之 是人 玄 东面 屡战 屡战的意思就是说 大家这些占卜的人 分别去一一的去占卜 大家都占卜完了之后才确定 是不是急力的 静 告急 若不急呢 则是远 如果不急怎么办呢 就改个日子 迟一点 推迟一点 看有没有哪个日子 比较合适 再占卜一下 这样的话呢 就确定最后是哪个日子了 确定好日子之后呢 这个工作还没完 还要去确定哪一个人 是比较适合来当这个主理嘉宾的 主理嘉宾是怎么选择呢 一般 就是主人 就是这个父亲的亲朋好友里面去选的 要不然就是他的同事 要不然是他的朋友 里面呢 经常呢 如果父亲是为官的话 那请过来的这样的一个主理嘉宾 当然也是很有可能 就是同僚 或者说 也有官职的 那么 为什么要去找一个主理嘉宾呢 大家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我们到底要选什么样的嘉宾 来主持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官礼呢 郑玄的说法是 古者呢 有吉士 则乐与贤者 欢成之 在古代啊 如果家里面有喜庆的事情 就很希望呢 去找贤能的人 有贤德的人 一起来庆祝这个事情 比如说孩子成年了 能够呢 成为家里的一个支柱了 这个时候呢 是一个喜庆的事情 就要请 有贤德 就是父亲很 家里的主人非常欣赏的 非常欣赏的这样的一个 有贤男的朋友 或者是同事 来担任这个嘉宾 有凶事呢 如果家里面发生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喪事 或者是一些这样的一些 不好的事情 那这个时候呢 与欲与贤者 哀气之 也要呢 请这个 德高万壮的 有贤德的人 一起来主持这个 这个商 商礼 或者说 这个商事 所以选择这个人呢 大家可以看出来 不是随便选的 要不然是同事 要不然是朋友 里面呢 最 很有贤德的人 是值得钦佩的 这样的一个人 请他来担任 嘉宾 对自己的孩子呢 进行勉励 进行 致辞 并且还要给他的孩子 取名 取字 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 那这个兵呢 他觉得自己 愧不感丹 哎呀 我没有这样的一个 德能 不足以来担任 这个主理嘉宾 不能够给你的孩子呢 送去这个祝福 或者说呢 那个给他 这样的一个 取他的一个字 所以呢 他会推辞 退辞之后呢 父亲肯定 这个主人呢 就 这个一再要求呢 他就答应了 这个嘉宾呢 最后呢 主人呢 就退出来 然后呢 嘉宾呢 就把他送 送客 送回去了 在这个 官礼之前的三天 前三天的时候呢 就要去占卜一下 在这些父母 父亲去 去拜访的 去邀请的这些 兵客里面 到底哪一位 是最适合来当主兵的 前面父母 这个 他的父亲 去找这个嘉宾的时候呢 他是找一些人 只是告诉说 要请你们来担任这个嘉宾 但是并没有 确定谁是主兵 当然 第三天的时候 要进行祭祀 要进行占占卜 确定 通过神灵 来确定 哪一个人 是最激烈的 所以能够让他来 担任这个 主兵 是最合适的 士兵 如求日之仪 因为这是个 非常隆重的 这样一个仪式呢 所以呢 这个官义上说呢 士兵 一个兵客 兵客也要 对他进行战士 要进行卜士 原因是因为 非常的敬重 或者尊重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是一件大事 是这个家族的 一个大事情 那么 进官室 所以众礼 众礼呢 所以为国本 到了第三个步骤呢 就是去邀请 这个兵客 就是前一天 的时候 然后呢 就去 前两天的时候 战士完了以后 第二天 就是前两天的时候 就去邀请 正式发出这个请柬 邀请这个 主兵跟那个 副主 这个 那个助手 就是其他的嘉宾 给他们发出邀请 然后呢 这个具体什么衣服呢 我们就不说了 到了 官吏的先一天 晚上 就在呢 庙门之外 这个 就约定 约定这个 跟这个嘉宾 约定那个时间 在庙门之外 见面 就是最后呢 这些嘉宾都要集中到 这个庙门 那就主庙这里来 然后呢 就会说 请这个 这个 兵者 兵者就是主人的 就家里面一般都是家宅 或者就是这个 家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管家 就是这个兵者 然后呢 请 宣布 说明天早上 我们大家都要来举行这个 管理 通知大家知名形势 这样的话呢 宾客呢 这个 你发现经过这样的 四个步骤 才正式的 把这个宾客呢 给他确定下来 并且邀请回来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提一些问题来讨论 稍微休息一下 就是我们在刚刚看到 前面这个管理的时候 大家注意到一个问题 就是前面的两个步骤 一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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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通过 一方面呢 是 他选择的地方是 这个家庙 另一方面呢 他都要通过这样的一个 不是的环节 就是要去展示 到底呢 哪一个人是 来是最吉祥的 得到神灵的保佑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在过去呢 就有一种看法 认为儒家的礼呢 是具有宗教性的 因此儒学呢 在这个意义上 从他的这样的一个理的 这样的一个 宗教性的角度来讲的话 它实际上是一种宗教 那么我们大家在看到 刚刚看到 就观理的这样的 这两个前面开始的 这两个环节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能够赞同 这样一种观点呢 大家可以去思考 这样的一个问题 等一下呢 我们慢慢慢慢地 分享下来 大家 我们到最后的时候 可以讨论一下 现在呢 我们不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就继续 好 这个准备工作呢 做完了之后呢 观理的当天早晨 塑星 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 就摆设好 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物品 这些物品 其实最主要的 就是三样东西 或者说三套东西 第一套呢 就是绝变服 绝变服为什么放在第一位呢 因为它是最隆重的 最重要的 它是第三次加官的时候 要穿的那个 这些衣服具体的 大家可以看 我们就不详细解释了 什么薰赏啊 唇衣啊 紫带 这个黑色的 黑色的这样的一个裤子 下面 穿在下面的这样一个 叫衫 可能是裙子 可能是什么 然后呢 唇衣是这个 也是黑色的啊 这个是 的 深黑色的 上衣 黑色的紫带 黑色的这个腰带 然后呢 还有这个 壁心 这个穿在膝盖上 的东西 然后呢 另外一套 第二套呢 就是皮便服 这整个也是一套 这套我们也不细细说了 这一套是第二次加官的时候 要穿的东西 要穿的 整个这一套 衣服帽子 衣袋 等等 还有一套呢 叫紫布官 就是第一次加官的时候 要穿的 这个 魁巷 新祖音 等等 然后呢 还有相应的 要在当天 要加官的时候 用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物品 比如说 这个 等一下要敬酒的时候 然后要喝的这个梨 它有一瓶子的梨 放在这里 还有呢 肉干 浮海 等等 这些东西呢 它都准备好 配套的 要跟它的这个 这个 等一下行李的时候 要用到的一些 其他的物品 好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我标红色的 就大概大家看出了 在这个整个的 这一套橙色里面 关键的部分是什么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幅图 就可以看到呢 当天 行李的时候 的一个布局 那个 加官的那个人呢 所谓官者呢 最初的时候 是没有出来 他在自己的房 这个房子里 内室里面 然后呢 主人呢 就会在门口迎接 亲朋好友 还有这些嘉宾 东街是主人的位置 西街呢 是客人的位置 来的那些嘉宾呢 还有那些 助手呢 他们 主兵跟其他的嘉宾呢 都会等一下排列在这里 越靠近前面这个 阶梯的地方的人呢 他的 地位 或者是他的那个身份 或者是他的职位 爵位 就比较高 就排在前面 相应的 要不然是 爵位 要不然是年龄 等等 他是按照这样的一个 顺序呢 排列在这边 主兵的人呢 主兵就站在这个前面 待会呢 那个嘉宾的人 会从里面出来 年轻人会从这里面出来呢 到这个门口 来进行嘉宾 前面这个院子庭院的 这个左边呢 这边呢 这个叫 我们现在正面这个图看了 这个左边的这边 是嘉宾的地方 右边呢 是嘉宿的地方 就读书的地方 宿 在这个东边 西边呢 是嘉宾的 宿在西边 这些宾客来了之后 统一会在宿里面集合 因为他会要 这是一个家族的一个隆重的事情呢 会在要告诉祖先的 会在庙里面统一集合 说明今天呢 我们会行观礼 待会呢 就会这样的一个仪式 然后呢 这个完成了以后 才会进到里面去 等一下喝酒在哪里喝呢 就在里面喝了 就在这个堂上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 迎宾的环节 迎宾的环节呢 我们可以区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呢 是主人 穿着玄端 绝壁 就穿着这个 这不是朝服了 这个是在家里穿的 是 礼服 正式的衣服 端就是礼服 然后呢 小孩子 那个家官的人 穿什么衣服呢 穿着彩衣 彩衣是 未成年的人所穿的 像儿童穿的衣服 在未成年之前呢 他还算是一个 成统 还是一个儿童 童子 叫成统 就是不是小孩子 不是这个 幼童 是成统 十几岁还叫成统 以前没有 在古代的那个人的 划分里面 没有少年这个说法 就成统 那 穿着彩衣 结呢 是把头发截起来 然后呢 总的来说 就是表明 他还没成年 他的这个打扮 是说明他还没成年 待会他才会 从这里面出来之后 有个仪式之后 他才穿成年的衣服 然后呢 第二个环节 就是 主人 派出他的这样的一个 一般都是管家 就是所谓盯者 就是去迎接客人的人 那这样的一个 兵者呢 就去告诉 报告 说这个客人来了 这个嘉宾来了 主人呢 就赶紧出去迎接 迎接呢 把他接过来呢 要拜两拜 那宾客呢 也要打拜 也要拜两拜 那么呢 每过一个地方 转弯的地方呢 主人呢 都要告诉他 就往这个方向走 然后呢 告诉他同时呢 也对他行礼 作义 然后呢 这样的话呢 就到了这个 家庙的门口 至庙门 然后再做一个义 进到家庙里面去了 进到去之后 还要做三个义 然后呢 出来 就到了 等一下要行官礼的 刚刚我们看到 那个图的 那个 东街跟西街的位置 那个主兵呢 跟其他的嘉宾 就是在这个 西街的位置 主人呢 等一下就是在 东街的位置 好了 这样的话呢 就各就各位了 这个环节里面 值得注意的 就是什么呢 是 所有的宾客 跟主人 都必须在 家庙里面集合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仪式呢 实际上呢 它是一个家族的 一个仪式 同时呢 也带有祭祀的 或者说 有这样的一个 神圣的 宗教的 这样的一个性质 这样的一个面 的一个方面 然后后面呢 就正式的进行加关了 正式的加关 有三个程序 三个步骤 第一个呢 第一道程序 就是加紫步关 具体怎么样 每个步骤 怎么怎么着 我们就不细讲了 我们就告诉大家 因为刚刚前面 我们在讲 那个衣服 已经讲过了 第一道程序 要加的是什么呢 是紫步关 第二道程序呢 要加的是什么呢 皮便服 皮帽子 以及相应的一套衣服 然后呢 程序也大同小异 但是呢 衣服不一样 帽子不一样 然后呢 第三道程序是什么呢 这个 加绝便服 以及相应的衣服 那么这样的话 大家就马上就会 想到一个问题 为什么关里 要加三次的关服呢 我们知道 关里的话 实际上是涉及到 古代儒家 他对于成人的一个理解 关就代表着 已经成人了 加关了 但是你这个成人 为什么这个仪式 要加三次关呢 为什么首先 加的是紫步关 后面加的是皮便服 最后加的是绝便服呢 它们分别象征了 什么意义 这样的一个顺序 能否打乱呢 整个这套程序 它的背后 所体现出来的 那个成人的观念 到底是什么 什么叫做成人 我想这个是对我们 现代人 也还是很重要的一个 借鉴的意义 我们现代人 怎么理解一个人成人呢 是因为18岁 我们领了一个身份证 然后我们在法律上 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要承担起相应的刑事责任 你在18岁之前 特别是在 比如说你在 11、12岁 13岁 偶尔 这个过世 或者犯罪了 可能还可以 在法律上呢 因为它为 未成年的缘故 还有一些特殊的 这样的一些 条款 一些特殊的对待 但是你18岁以后 你作为一个 法律上的一个 一个所谓成年人 那你就应该负担起 负起所有的法律责任 所以我们现代人 对于成人的一个理解 实际上是一个 法律的概念 就是说 是一个在 整个宪法里面 在刑法里面 你是一个 要负担起所有的 法律责任的 一个独立个体 而不是依赖于 所谓监护人的 这样的一个个体 但是在儒家的 这样的一个 礼仪制度里面 在官吏里面 所体现出来的 这个成人 到底又是什么意义呢 这个呢 是值得我们 现代人 可以去思考 也可以供我们 借鉴的 我们怎么理解成人 那么我们 第一个是 我们现代人 是怎么理解成人 第二是 我们到底 应该怎么样 理解成人 能够呢 具有更加 能够帮助我们人 成长的 这样的一个 积极的意义呢 这个是 还是值得我们去 思考的一个问题 这些问题呢 我都提出来 等我们有空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 来讨论 现在我们来讨论的是 这样的 所谓 第六个环节 第六个环节呢 就是 立冰 立冠者的环节 对了 等一下 这个 华庆老师 等一下我的时间 要到的 之前大家可以提醒一下 随时都可以打断 我也 不一定能够 控制好那个时间 大家 你们等一下看一下 我现在就按照这个 进度讲 稍微讲快一点 好的 然后呢 理官者 就是这个 主理嘉宾呢 在给这个官者 加官完三次以后 已经 已经是完成了 这样的一个成人的 这样的一个 主要的礼仪 已经完成了 事实上已经宣布呢 他实际上已经是一个 成年人了 成人了 这个时候呢 这个主编就给他准备了 这样的一个 酒 所谓礼 敬他一杯 说明呢 我呢 现在 我原来是你的 你是一个小孩 我原来是你的 这个 是你爸爸这一辈的 是你的这个 同事或者是你爸的朋友 现在呢 你也成人了 我呢 敬你一杯 一方面呢 也是祝贺你 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说明呢 现在我们可以啊 都是成人啊 可以行这样的一个 对等的这样的一个礼仪 这样呢 就是 特别 就是特别给他敬一杯酒 着礼 着礼 那么下面具体呢 敬这个礼仪 怎么样的 这些礼仪规定啊 我们就不说了 时间的关系啊 我们就 我们就进一步的往前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关里之所以得名 一方面是因为给他加关 加了三次关 另一方面呢 是因为在加关的同时 还要给他取名 取一个字 简单讲 就是人的第二 人生的第二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是父母亲把我们生下来 给我们取了个名字 比如说 苏氏 生下来 父母亲给他取了个名字 叫氏 姓苏 名氏 苏氏 那他二十岁成年以后呢 他的父亲就请了他父亲的一些朋友 或者是同事或者是长辈 又给他取了一个字 这个字是对他成年以后的一个 让他有个新的生命 给他一个新的祝福 取的那个意思呢 是蕴含了对他的一个提醒 或者是对他的一个祝福 比如说呢 苏氏 这子氈 苏哲呢 这子游 这个子氈呢 就是希望他 这个氈是张望的意思 就是有高瞻远瞩 或者是可以啊 这个让大家都可以张望 张扬 那么游呢 就是要去跟随 就是要像哥哥一样 游呢 就是要跟随着哥哥 就跟你哥哥一样 这是他的父亲的这样的一个 在朋友还有同事呢 这些长辈啊 有贤得的人 对他的一个祝福 也是希望他在成年以后呢 开展新的生命 生命有个新的开展 所以这个观字呢 也是观理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具有特殊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那么可是 在这个 取这个观字之前呢 有一个环节 就叫先见父母 见母亲 我个人是怀疑 这个母亲应该是父母啊 不只是见父母 见妈妈一个啊 就是在 观礼完成以后 要建议一下父母亲 这个时候父母亲呢 也会对他们 对自己的孩子 成年的孩子呢 行相应的成人的礼 妈妈呢 母亲会拜寿 然后呢 子拜母 母又拜 就是父母亲跟他这个时候 已经是封庭看礼了 意味着 你已经不是一个小孩了 你是一个成人 我们呢 都可以用礼仪 来以礼相待 那么在这个过程之后呢 才来取 主兵呢 才给这个观者呢 来取字 好 这样的话呢 取字的环节就完成了 这里面我们在 读的时候 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 以礼里面 说呢 要先见父母 然后呢 再取字 但是在礼记的 观义评里面认为呢 先要取字 然后才去见父母 这两个说法 到底哪一个是 比较的恰当呢 大家 这也是在这个 理解这样的一个经典里面呢 牵涉到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给一个年纪 成年的一个人 取字的意义何在呢 其实我们刚刚在讨论的时候 已经举 舒适的例子 大概 大家已经可以 比较能够 有一个直观的了解 像下面呢 我们进一步的来 举一个例子呢 就是龟友光 写了一个文章 就是明朝的文学家 龟友光 写了一篇 庄氏二子自说 他的一个朋友 姓庄的 两个孩子 二十岁了 要行观礼了 就请龟友光 去当主理嘉宾 龟友光呢 给他两个孩子 取了两个名字 姓庄的 有两个儿子 他的长子呢 齐伯 约文美 那呢 我呢 给他取了个字 叫做得识 他的老二呢 名字叫文华 我给他取了一个字呢 叫得诚 后面是说 为什么我要给 这两个孩子 取这两个字呢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字是龟友光 取的 而不是这个装饰的 父母亲取的 他是要 龟友光呢 是这个装饰 这个父亲呢 认为非常德高万众 是他的一个好朋友 或者是一个名人 或者是他的一个同事 请他来特别来 给他的孩子呢 取两个字 给他们呢 一个提醒 或者是一个祝福 在这里面呢 就是一个提醒 他说呢 你们两个人都会写文章 都是读书人 文章要写得好 写得美 最重要的是 里面要内容要充实 所以呢 给你取一个字 叫得识 文章呢 写得很华丽 还比不上呢 写得很真诚 所以我给你取一个字呢 叫得诚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面取字的时候呢 的一些考虑 以及他所赋予这个 他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是什么 那么下面呢 我们到了最后的两个环节 官吏完成以后 那么这个 这个官者实际上 已经是一个 在这个家族里面 在所有这个长辈呢 已经认为呢 他是一个成人 这个时候 他就要去拜见 其他的兄弟 长兄 包括其他的右弟 那些成年的 未成年的 都要去拜见他们 用礼仪去拜见他们 以一个成年人的礼仪 去拜见他们 那么呢 兄弟呢 也会再打败 然后呢 要去见 如果父亲做的官 比较大 是在朝廷里面为官呢 他就要去见这个国君 就要带着礼品 去见国君 说我已经成年了 那么呢 我的父亲是在朝为官 那将来呢 有可能就是要继承爵位的 所以要先要去拜见 国君 如果是不是在朝为君 是在诸侯 是在 在这个诸侯 或者是大夫 这个 手下呢 做官的呢 那么就要去拜见 相应的 这个君也不一定是 这个天子 他可能是诸侯 也可以叫君 等等 那么有带着见面礼 去见 见完国君以后 要去见本地的 湘贤 湘大夫 湘先生 这个 比如说像我们孔教会 诸位以后 如果孩子要行成年礼 成年以后呢 他见完 自己的这样的亲人以后 然后呢 见了自己的 父亲的上司以后 有机会带他去 见一面 给他介绍一下 我的孩子已经成年了 引荐一下 那么呢 也可以去见一见呢 我们孔教会的会长 这个就是所谓的 湘大夫 湘先生 我们这个地方 贤长 他可能有一些祝福 有一些劝勉的话 要跟你的孩子说的 所以呢 建于湘大夫 湘先生 然后呢 都见面完了以后 就要 主人呢 就会最后还要呢 进所有的宾客 敬他们一杯 说 今天呢 感谢你们来参加我们 我的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观礼 见证他的成长 这样子的话呢 敬大家 一杯 那么 以一线之力 最后一步 那就是 所有的仪式都完成以后 宾客呢 也把他送出去了 主人呢 就要回来到主庙里面去 报告 给祖先说 礼已经成了 孩子某某已经成年了 取了一个字 叫什么 然后呢 就把这个祭祀的一些 祭肉 剩下来的祭肉呢 要把它分送给 主兵和其他的家兵 就是派人去送 或者自己亲自去送 归兵族 这个环节呢 就标志着 整个的官礼呢 就正式完成了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 这个 官礼的 这个 家官的这个官者呢 他在这个 官礼完成以后 整个出场的这个顺序 他是先去见家人 然后呢 见国君 然后呢 见乡大夫 乡先生 最后呢 是要感谢这些宾客 这样的一个顺序 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 最后的夜庙 的环节 又是什么一个意义呢 由此 我们最后要总结的 就是说 整个这个官礼 他最后赖以制定 这个所有的这个程序 背后的一个总的原则 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是这样子 去制定官礼的 好 我也有很多疑问 自己也没有完全明白 所以我们刚好呢 趁这个机会 给大家一起 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思考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华庆老师 好的 感谢赵辉兄 非常精彩的这个分享 这个 我们都知道那个仪礼 那个文具 其实是很不容易读的 但是经过您的这一个 深入浅出 还有这个调分履息的这个解读啊 其实我们对 整个这一篇的这个脉络 以及他整个这个前后的这个逻辑的联系 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把握 好的 现在我们就 进行一些探讨吧 看在座的各位 大家的话 如果对刚刚 赵辉老师提出的这些问题探讨 我们可以进行一些交流 一些研讨 给大家提出自己的意见 或自己的一些思考和分享 马老师 你好 我这边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 蔡先生 你好 你好 所以这些 你是不是说只是用在那个 斯大夫 那么那些穷人啊 一穷二白啊 他也还没有这个条件去 进行这些 那个家管理 你看我的这个想法是不是 正确呢 现在蔡先生您说的这个很对 就是在 里的起源最初是贵族性的 所以在春秋之前呢 有一个话 就左传里面就说啊 这个 行不上 行不上大夫 理不下树人 我们老百姓 就很普通的 过得很简单 也 礼仪 如果说有也非常简陋 也没有那么讲究 但是呢 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 就是这个 从这个 战国时代以来呢 就是这个 随着这个 儒家的这样的一个兴起 整个这个社会有一个 慢慢礼仪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到了汉代以后 很多这个礼仪呢 慢慢慢慢有个普及化的过程 就是以前只行在贵族里面的礼仪 慢慢慢慢就到了这个 一般的 这个 普通人的家庭里面也开始行了 比如说 这个 在宋朝以后 你看朱熹 就编了一个书叫做家礼 就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家族里面 家庭里面都可以行的礼 第一条也就是观礼 就是我们 就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苏氏 苏东坡 苏氏 苏哲的两兄弟 他们家原来就是四川一个普通人家 苏群原来是做点小生意的 他的爸爸 他们在没有考上进士之前 也不算一个什么读书的家庭 但是他们也会行这个观礼 那么 这个也会给他取一个字 叫纸沾 纸油 刚刚我们举这个例子 包括刚刚这个桂有光 我举的那个例子 也说明这个问题 只不过在我们普通老百姓家里面 行的这个观礼 可能比这个要简化一点 要简化一点 但是在古代来说 还是蛮普遍的 就是呢 还是有很多的家庭 会给自己的孩子 成年之后呢 举行一个简单的 或者是一个稍微简化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家庭 会到祖庙里面 自己的家庙里面去报告 去告诉我的孩子 这个成年了 然后呢 会请亲朋好友来一起来 这样的吃个饭 或者是给他一个简单的仪式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的 谢谢 谢谢您的问题 还有其他的朋友 老朋友了 很多老朋友在这 我也没有 招伟老师 亚伯先生您好 谢谢您的精彩的分享 初学 这个成年里 大多数人应该是会 应该是会 经过这些洗礼 但是可能有一部分的人 是不配行这个礼 是哪一部分的人呢 不配行这个礼 你的意思就是说 可能那个 他的行为好像不大好 已经就是公认了在箱里面 所以他可能是 对吗 亚伯先生说的很对 我今天报告的是 整个这个官礼的主体部分 这个后面还有三个部分 一个就是 女孩子行的 叫机礼 还有一个部分呢 叫便礼 就是说有一些特殊情况 特殊处理的 或者是不能行的 比如说犯罪的人 比如说 孤儿 他就没有办法行这个礼 他就会有一些变化的做法 但是犯罪的人 是一定不能行的 是没有资格去行 因为他是现在没有 他不是一个 得到整个社会的承认的 这样的一个资格 他不能行礼的 另外一个呢 其他的这些 有些情况是条件不能具备的 他就他会 这里官里面也进行了一些说明 有一些呢 看看他要怎么样变通 能不能做得到 有这样的一些说明 然后呢 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最后一部分 是叫做官义 就是这个 官里到最后一部分呢 他会 有一小段来讨论 这个官里的意义的 那么里面会引一些 什么孔子的话 或者其他人的话 等等 来说明这个官里这篇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 相关的讨论 大概是这样的那种 刚刚我没有谈到 但是亚伯先生刚好 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 确实是 我刚刚说 最明显的就是这个犯罪人 犯罪人士是没有资格去行 包括官里在内的其他的一些 礼仪 他都不能够去行的 还有一些就是 我刚刚说一些特殊的人士 一些特殊的人士呢 他可能 因为种种的条件 那个礼仪的条件 不能具备 他可能不能够行这个礼 那不是说他没有这个资格 是他不能够去 这个 限制了他去执行这个礼 那么呢 可能有一些变通的做法 可能包括那些 他的长辈也有一些 罪犯的记录的吧 这个就没有说了 当里面有讲到犯罪人士 没有讲到他 主线犯罪 我想可以以此类推吧 但是我想一个主线犯罪 并不这个人如果没有犯罪 不至于会影响他 自己不能够 以这个行这个官里 并且呢 以这个身份与家族里面的人 以及家族之外的人 这个 以这个 成人里的形式与他们相见 我觉得这个还是 应该不至于 我这个还可以再讨论一下 我要再研究一下 还没有 没有这个规定 没有具体谈到这一条 谢谢 好 谢谢养人 这个想的很细致 想的很细致 好 那么其他的朋友呢 有没有有些什么感想 或者是有些什么疑问 我们都可以一起讨论 大家也不要以为 我是什么专家 我这个仪礼呢 也算实在的 其实也是 浅 学的还很浅 是 以前也没有很重视 这个经典 我认为它很繁琐 而且很多地方 我认为与现代 有一些 有点格格不入 但是我这些年龄 最近又觉得它很重要 就是因为我前面 开场就说了 我们这个时代 我常常感觉到 我们华人 在为人处事 这个靠我们家族 就是父母亲 或者亲人 给我们一些 在日常生活里面的 一些经验的传授 实际上这个礼 整个的 礼乐的 整个的这个文化 是已经越来越衰落了 那么 但是这个礼 而且这个礼在 我们刚刚在 讨论的过程中 我也注意到 就是它 在我们过去的社会里面 它实际上是发挥了一个 一方面是一个生活的 这样的一个指南的一个作用 就是我们 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个指导 就好像一个生活老师 这样的 它另外一个角色 是有个宗教的角色 就把整个家族的人 团结起来 凝聚起来 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些仪式 让大家都在这样的一个仪式里面 形成了一些认同 还有一些这样的一个 一个归属感 那么其实这样 换句话说 在某种意义上 它又扮演了像宗教里面的那些 戒律条文 宗教都有很多戒律条文 规定这个 什么东西该做 什么东西不该做 当然它更加的严苛了 那个是可能要 怎么什么的 要清规戒律 离的话 它实际上是处于这两者之间 有点像宗教里面的 这样的一个戒律 但是它 另外一方面 它又有点像生活里面的 这样的一个指南 就好像我们现在学校里面 有些学校 为了帮助这些学生生活 好像在幼儿园 有一些小学好像也有 就有所谓生活老师 但是到小学之后 好像慢慢就没有了 好像我们人长大了 就不需要生活 就不需要指导一样的 其实这个礼的这样 对人的这样的一个指导和学习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就是 整个这个华人社会 我觉得这些年来 我就感觉到 从至少从五世以来 这个所谓 防礼教 防礼教的这个运动以后 就对礼乐的一个 完全的这样的一个否定 跟这样的一个打打呢 实际上对我们个人的生活来说 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就是你把它那个正面的价值 以及对我们的那个实际的 这样的一个指引的这个作用呢 实际上也把它给 好的坏的全部给它给 给它给去除了 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呢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我们现在的小孩呢 就是我觉得很缺乏这一块 虽然这些年我们有些老师 有见于此在提上什么地质规 但是那个地质规的这样 能够起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还是很有限的 它是个非常简易的 版本的这样的一个礼 而那个礼里面呢 实际上地质规里面的礼呢 实际上还有一些 就是我个人觉得 有些地方有太过于严苛了 就带有点宗教意味 更重 总的来说呢 就是说未来礼仪在 整个华人社会的 比如说21世纪 22世纪以后 要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怎么样更好的 帮助我们去生活 它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一个功能 我觉得还很值得 我们去思考去借鉴 所以我就下决心来给大家来 克服这个困难 困难来讲这一个 很繁琐的 也是很 这个很多这样的一个概念 名词的一个经典 可能大家听起来也很枯燥 没什么意思 赵惠 我们今天有 刚刚有两位朋友 他们在举手 刚刚那个 我看第一位是爱萍 还有金金 可能我们先请爱萍说吧 爱萍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是想 现在这个社会 你来讲这些 观理对这个现实的生活 有什么具体的那些指导的意义吗 谢谢爱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 讲理的人 包括不是讲理 讲诗的人也一样 人家会问 你讲诗 诗对我们现实社会 有什么样的意义作用呢 你是不是太过理想化了呢 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就是 我们现在在 是儒家的方面 刚刚不是说 孔子不是讲的 最重要的三个方面吗 就是所谓心于诗 这个成于礼 这个立于礼 成于乐 那大家都面临这样一个挑战 在现代社会里面 所以很多的学者 对礼的批判 其实有两个方面 就近代以来的学者 有两个最重要的批评 一个是礼很繁琐 没用 这是第一 第二是 礼它是一个人 是一个枷锁 是让人很不自由 是它是一个 一个是说没用 一个是说 它是个负面的东西 比如说像什么 我刚刚说的 这个新文化运动里面的那些 这个无鱼啊 或者说像这个陈独秀啊 这些人是这个观点 一部分学者就觉得 他太繁琐了 而且与我们的生活太隔阂了 没什么用 所以我们不要去讲究他了 这是另外一部分学者 像现在学院派里面 学院里面的学者 对这个是不感兴趣的 因为他既不属于哲学 也不属于历史学 也不属于文学 好像就是 他是不像一个什么学 那么他因此 他其实 也谈不说有什么价值 好像不知道有什么特别 所以这一个经典 实际上在整个学院里面 也是很受冷 被受冷落的 这样的一个经典 那我自己是怎么思考呢 我这些年 就是慢慢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新的师教 新的礼教 所以我是说新的 他就是要 第一你要想 首先要就回到 这过去千百年的社会里 他过去 他到底是什么个内容 这是第一 第二是 他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我刚刚举的例子 就是说 比如说舒适 他的兄弟取的这个字 我刚刚举归有光的例子 他取的这个字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 就是说 还有些其他的仪式 就是说 这些亲朋好友的 在这个机会里面 大家在共同来见证 他的成长 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正面的意义和价值 只不过呢 因为他这些防守的东西 不被人所认识 大家没有看出 这里面的一些价值 以及他在现代社会里面 怎么样去转变 让他还可以实现 举例子来说吧 比如说像我们自己 我们这些孩子以后成长 我们也可以考虑 给他一些简单的仪式 比如说我们就可以请 比如说像我的话 我就可以请华庆 来我家里给我的孩子 比如说给他们一些勉励 就是一个成年的时候的一个 我们也可以考虑取一个字 但是取不取字 还是一个方面 最重要的是 要让他有这样的一个 我们去见证大家 整个家族的人 整个社会 这个亲朋好友 一起来见证他的成长 给他一些勉励 给他一些 分享一些人生的经验 我觉得这里面是 观理能够给我们 很深的一个意义 甚至你如果仔细去想 那些环节 你会有个感动的地方 就在于 所有的人 其实都是来加持 和来关怀你的这样的一个成长 而且赋予他 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 以一个社会的意义 甚至一个 甚至一个宗教的意义 我觉得呢 他还是有很多 有待于去挖掘的 正面的价值的 只不过具体怎么样去转化 我现在想的 也不是特别的清楚 这个历代 过去的两千多 两三天年来 这个离也经过了很多的转变 到了不同的时代 他就礼崩乐化了 就又有需要新的转换 简化 我刚刚不是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朱熹吗 就是到了宋朝以后呢 韩宋以后 中国的礼其实也很多 已经不行了 行不通了 所以朱熹就把所有的仪礼里面呢 进行了简化 简化为官婚散计四大类 然后呢 重新编定了一个叫做家礼 就是每一个家族 可以实施的一个 比较简化的这样的一个礼 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呢 推广 而且它还影响了日本跟朝鲜 也开始在推行这个家礼 但是呢 又到了这几百年以后 它这个又开始僵化掉了 又开始衰落掉了 那么 在这新的时代里面 我们要制定什么样的礼 我觉得大家都还是在思考 但首先我觉得 首先要去学习 而且我刚刚已经说到 也就是事实上 在我们的生活里 你也不能完全回避 就像我们刚刚说 我们的小孩 你看我们的小孩 到幼儿园到中学 那些老师呢 他也不能完全不给 他一些生活的一些 要他做人的 为人处事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规范 他还会教他 说你要 这个 对长 对老师啊 对同学啊 要有礼貌啊 要怎么怎么着 他会给他一些 很多诸如此类的 一些规范的一些指导 而这些东西 实际上就是礼 只不过他这个 比较的零碎化 比较不成系统 而且在现在的教育里面 是这些老师 有新的老师 他就去做一点 没新的老师 他不是体制化的 因为整个教育下呢 他不是一个去关注人 怎么成长的教育 他是关注人 怎么样成为专业的 知识的人才的教育 所以因此 他这一块不重视 只是个别的老师 他会比较注意这个 但是这些老师 为什么会注意这个 这些家长 为什么会注意这个 是因为确实有这方面的需要 也看到了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我就觉得觉得呢 他可能还是有他的一个 未来还是有他的 这样的一个价值 还有一个可以转换的 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 可能是这样的 好的 好的 感谢赵慧 我们这边有另外一位老朋友 金金 他也来到我们今天这个 谢谢老朋友 我们一起来切磋 来 欢迎金金 现在金金的问题是什么 可以提出来 我们探讨一下 金金听得到吗 好了 听到我说话了吗 可以的 听到 听到 好的 好 赵慧 我觉得 你好 我谈一些我的感想 因为我对这方面也没有什么 深入的看法 我的感觉是 就是比如说我们对比一下 以理和理记 我稍微读了一点理记 你会感觉说理记里面 有一些虽然也有很多细节 规则 但是你会比较容易 从那些规则和细节里面 得出一些 比如说具体的 就是更为一理化的东西 更为哲学化的东西 能比较容易的抽象的去 提取出来 可是就是比如说 你刚刚说的这个事官里 这个以理这边 我觉得你要想从里面 提取一些哲学化的概念 或者说行为指导方面上面 非常有导向性的 这种思想的话 我感觉非常难 那或者说 就算除了这个行为上的 这个比如说理记里面 那种明确的指向性 比如说 比如说死亡代表了一种终结 你要进行一种文化的提升 这些东西 我不知道因为 一例里面关于丧帝 我也不知道 我就感觉这个提取非常难 或者说如果从我的一个 比较形而上的观点去分析 比如说你刚刚那张图 这个东南西北四个方位 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本书 是关于这个方位性的 一个宇宙论 就是对这个方位性 它会进行一些宇宙论的分析 我觉得这些所有东西 恐怕单单从以理这本书 很难 就是除非 当然也有很多著书 可以评借了 但是很难 你真的从里面提取一些 什么东西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以理 给我的感觉更多的像是一种 社会风俗史 如果要从一种 界定的概念去看的话 跟上一个社会风俗史 然后这个社会风俗史 我的理解是 肯定要放在当时的社会季节的 就比如说以理 你可能 比如说你想做一些 横向的对比分析的话 你肯定是要跟李济 最多也就是孟子 荀子 你不太可能跟朱熙那个时代 或者说宋明以后那个时代 进行一些串并 那或者说如果我们研究 朱熙那个时候的 他制定的那个家里 我们也许可以把它放在 他的那个理学体系里面来理解 所以我就是想 想问一下你说 当你在读仪里这本书 或者说后世的那些 比较就是细节化的 没有那么容易去提取一些 抽象的理念的时候 你是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 再问的明确一点 就是说 比如说你在读仪里的时候 你是不是有过 除了你刚刚做的 对当代现实社会的这种分析以外 你有没有把它跟你的 荀子或者孟子研究 进行一定的川比你的 或者说理济的研究 我就感觉 我不知道从哪里讲 太太就问一下你 谢谢 谢谢老朋友 这个 哎呀 这个是太好了 今天你来了 我们这个有十多年没有在一起这样切磋了 以前是经常这样切磋的 就是经常挑战互相挑战 互相这个给对方出难题 我觉得这个是 你这个又把我难倒了 又好像我突然就一下子好像蒙了 就回到多少年前去了 那个感觉 就是很难 确实是个很难的问题 就是说我在读仪里的时候 确实有一个非常难的 就是像你刚刚说的 就是它里面好多繁琐的这样的一个条文仪式 你要对它进行一个学理化的这样的一个抽象 或者说一个 确实有相当的难度 就像你刚刚 如果你刚刚甚至还引申到这个 我也没想到的 就是说什么 这个心理的礼仪的这样的一个方位布局里面 实际上是涉及到我们中国人 对于宇宙的一个思考 涉及到我们的宇宙论 可能真的有这个方面 我还真的没有去注意到这个事情 我下次以后可能会注意 但是呢 也不是说一点思考都没有 那我就不会读了 还是有点 就刚刚我第一 我首先我是觉得 它有它的一个 现在的一个价值和必要性 我刚刚在跟爱萍的这个讨论里面 我就谈到了这一点 我觉得这个是最吸引我 我也觉得最 让我觉得有动力去 要去学 要去讲 我也准备以后 进一步的去跟我的学生讲这个 我去年在上个学期 跟我的学生讲了三篇礼记 礼记里面 礼记比较好讲一点 相对来说 搞哲学的人 讲的还是 注意到他的还会多一点 理理就基本上 没什么人注意到他了 原因就在这 就是你刚刚说说的 他确实是 第一是很难读 第二是他比较难 进行哲学化的一个处理 比较 这个障碍比较大 那么 但是呢 我为什么觉得 他还是很重要呢 就是说 我不否认 首先我不否认你那一点 就是他有 他的一个时代性的 以理一定是基于 他那个特定的时代 就是说 这个 就是这个 周朝以来 或者说我们 最多你可以说到 这个春秋时代 就是那样早期的 西周时代 中国的社会里面的 一个背景 里面产生了 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早期的 里乐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 一个建构 包括对个人生活的规范 对国家制度层面的 礼仪的规范 甚至还有宗教层面的 这样的一个仪式的 这样的一个规范 我觉得是非常丰富的 我最近在做一个研究 就是堪有为的 这样的一个 孔教的一个 一个研究 我也就 也涉及到这样的一个方面 就是我是用周礼的材料 就是他的那个 对礼 对周礼的那个礼的解读 把它解读为三个维度 那个三个维度里面 都带有宗教性的 只不过它是不同的 这样的一个 这个我就先不展开 这个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第一 礼记虽然是 它里面有很多篇目 很吸引我们 好像是讲义礼的 比如说大学 中庸 然后呢 什么 很多什么 学技 就是理论化比较强的 包括我们今天 引的这个记忆 就是讲记事的意义的 它的好处在哪里呢 就是它很理论化 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 它很比较难具体的 指导我们的实践 所以你会发现在 过去中国的 这个两三千年的 这样的一个理的实践里面 理是这个时代的一个需要 是指导我们生活 它有这种实际的需要 所以当一个阶段 它这个是理很复杂 很繁琐的时候呢 它就要求要对它进行简化 要对它进行一个理论化 抽象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每过几百年之后呢 就有这样的一个努力 从战国时代到荀子 战国后的荀子 就开始在这里 写了一个理论 然后到了这个西汉时期呢 就出了这个理记 大大理记 小大理记 有很多关于理的理论化的研究 它就是要从这背后 抽象出 就是能够指导 中国人的社会生活 以及个人生活的原则 就是基本的原则和理论是什么 但是它的缺点是什么 到了一个阶段以后 到了东汉末年以后 你会发现 慢慢慢慢 这个又太过 太过这个 太过理论化以后的一个情况 太过学术化 太过理论化之后呢 就变成是 个人的生活里面就开始 越来越难受到它的指导 所以你会发现 到了后期以后呢 又开始又有重建 重建这样的一个理的 具体的条文 或者对它进行改革 或者对它进行简化 的那样一个 从来说就是可以怎么样 实际的指导我们的 这样的 当你去关注这个的时候 他们就回到了以理 而不是回到理计 主要就是回到了以理 所以你会发现 每过了几百年 在我看来就有一个 回归以理的运动 魏京南北朝 有一个时候 就是这个五湖乱滑以后 礼崩乐坏以后 在这个反而出现了一个高潮 就是对桑里的研究 还有对桑福和桑里的研究呢 达到了一个高峰 就是因为他们 越是这个社会很复杂 很多文化融合的时候 他们越想去知道 到底怎么知道 我们自己的生活 佛教的传入 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那么呢 就出现大量的研究 这个桑里的条文的 就怎么样去祭祀的 所以南北朝时代 还有包括东晋时代 其实这个桑里 门法这个时代 他们的桑里是非常的 讲究的 非常的有研究的 具体可以知道 那到了这个唐宋以后呢 你会发现慢慢慢慢又僵化之后 到了宋朝又有个新的礼乐重建的运动 我们刚刚讲 朱熙是个极大成者 但是在那之前 在北宋的时候 你像张仔 你像这个 司马光写了个家仪 就是他家庭里面 有些什么礼仪 然后呢 相礼 相在一个社区里面 有什么样的礼仪 很多人都在进行重建的工作 所以 我要说的意思就是说 每过了一段几百年以后 就是一礼化或者学术化的一个 到了一个程度以后 他又有个回归实践的运动 回归到具体的条文的 重建的一个运动 能够给我们具体的 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指引 对普通人 尤其是对普通人来说 日常生活来说 他需要一些指导 所以我觉得 以礼永远不会废的一个原因 就在这里 然后另外一方面 我要说 礼记里面其实还有一点 就是要值得我们注意 就是他有两个方面 就一个是很讲这个理论的 讲折 或者是有这个理论性的 有这样的一个抽象性的 一些篇目 像我们刚刚讲 大学中庸等等 这最典型的 然后还有一些篇目 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就是他也有很多条文的 但是他的条文跟以礼有不同 比如说他是曲礼 在礼记里面的第一篇 就是曲礼 曲礼是有上下两篇 很长的 他是怎么样去做呢 他是 他里面是写一些 具体的人怎么行礼的 比如说里面 曲礼里面专门记 子游又是怎么行礼 曾子又是怎么行礼的 就是孔门的弟子 以及在床的那些人 他们具体是怎么在 他们的生活里面 去实践那个礼的 所以我觉得 礼记我们也不能把它简单的解读为 它只是一个理论化 或者抽象化 一个学习化的书 实际上它也有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说 它是有一些篇目是具体 通过某一些人来 树立一些 行礼的这样的一个典范 以人为 以人作为这样的一个 一个典范的 告诉我们 那个人怎么去行礼 我们怎么样去模仿那个人 他树立了这样的一些典范 所以礼记它 其实是朝着这两个方向 可能还不止啊 至少我看到就朝有这两个大的方向在 在在开展 反正我们有机会还可以再讨论呢 我反正就对你刚刚说的这样 对于礼记的一个看法 对仪礼的一个看法 一个能不能算是一个初步的 或者也不成熟的一个 欢迎继续挑战 我们可以继续的这个这个切磋一下啊 好的 好的 感谢感谢那个津津的提问 也感谢这个招会的分享 刚刚你们的就是那番探讨跟切磋 也像我回忆了我们十几年前的组织那种 读书会时候的那种非常令人难忘的那种 讨论的这种时刻也让回忆过去了 变得我觉得特别的特别的感慨啊 我觉得现在的疫情 实在大家只能通过网上的这种渠道进行交流 我觉得挺难得的 感谢好 这边就感谢这边就再次感谢赵辉兄 抽出宝贵的时间 在农历心结之前 对的 大家做了这么一个非常精彩的这个分享 让我们对这个 那个以理的这个诗观里呢真的有一个非常 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明晰的一个大体的脉络的把握 感谢 因为平时我们也特别很难听到像这样的经典的这个导读 因此尤为难得 特别是赵辉兄一直在提倡的 我们一定要学习原点啊 通过这种原点的这个学习来加强我们自身的这个对 对传统文化的这个学习吧 我觉得这永远是我们一直在一直在努力去 去做的事情 事实上我们咱们读书会的话也是在 也是在一直在进行这样的工作 通过我们对这些 尽可能的通过对这个 那个儒家经典的一些导读啊 当然我们自己平时也有一些别的 一些多样化的尝试了 通过这样的努力呢 让大家来来更多的了解啊 通过从这个经典的本身了解我们这些传统文化 好吧 好这里暂时感谢赵辉的精彩分享 谢谢 谢谢华欣 谢谢各位朋友 让我有这个机会学习 让我有机会切磋 然后在过年里面也不让我偷懒 让我抓住我在最后的那个年关里面还要来再学习一次 非常开心啊 感谢 好这边呢就再做一个那个预告 我们那个读书会 下一次的活动 也就是明年新年之后的第一次活动是定在 三个礼拜之后的2月19日 星期六下午的一样时间三点半到五点 将由我为大家 继续的继续的分享导读 中庸的第21到23章的内容 希望大家能够我们共同出席的探讨 谢谢 好最后的一个环节呢 我们就还是让我们打开我们的那个镜头来拍一个合影